好的 让我们有请两位明星领队 带领着今天的最后一轮嘉宾选手 闪亮登场 掌声有请卓琳战队 掌声有请余月仙战队 看到了吗 刚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不知道最后一轮 那这个幸运会不会同时又降临在两队的头上 那接下来我们先请月仙姐来做介绍 我站队的云朵呢 非常的有实力 漂亮 年轻 实力败 好 那哲琳老师这边 头绪 那名字呢 顾名思义 就让你们这次呢 后绪了 就不要跟我们比了 是吧 因为现在我这老乡特别火 真的 他现在那首歌叫《桃》 哎呀 妈呀 那个太火了现在 哎呀 我们的云朵也是呀 你们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爆胎 对吧 要不咱俩晃了吗 原来在这儿等着呢 那好 那接下来呢 看看两方的选手 在这一轮的首官挑战过程当中 会有怎样的表现 首先有请二位合作 带来你们的精彩亮相 哎呀 咱俩晃了吗 第几天走行 我最后買了10支 谢谢你 拎着孩子 常回家看看 带上笑容 带上祝愿 陪同爱人 常回家看看 妈妈准备了 一些唠叨 爸爸掌握了 一桌好饭 生活的烦恼 跟妈妈说说 工作的事情 向爸爸谈谈 常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哪怕帮妈妈说说 筷子洗洗碗 老人不徒儿女 为家做多大贡献呀 一辈子不容易 就渡个团团圆圆 常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哪怕给爸爸吹吹 后背揉揉肩 老人不徒儿女 为家做多大贡献呀 一辈子总操心 就温个平平安安 常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哪怕帮妈妈 刷刷筷子洗洗碗 老人不徒儿女 为家做多大贡献呀 一辈子不容易 就渡个团团圆圆 常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哪怕给爸爸吹吹 后背揉揉肩 老人不徒儿女 为家做多大贡献呀 老人不徒儿女 为家做多大贡献呀 老人不徒儿女 为家做多大贡献呀 一辈子总操心 就温个平平安安 唱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哪怕帮妈妈刷刷牌子洗洗碗 老人不徒儿你为家做多大贡献呀 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 唱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哪怕帮爸爸吹吹后背揉揉肩 老人不徒儿你为家做多大贡献呀 一辈子总操心就本个平平安安 那接下来呢 要看看你们的闯关环节了 好吗 那就不客气了 一起来认识一下你们的首官达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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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黄德胜 德胜 德胜玩这个双截棍有多久了 有近十年 但是有很多我们看到男孩子喜欢双截棍 只是把她当作爱好 但是谢德胜真的把她当作自己的这一生的追求 所以现在她获得了世界的双截棍世界冠军 而且在我们的英超是哪一只来到中国 阿森娜 阿森娜球队来到中国的时候 特地球员到广东去跟他学习这个双结棍 但是你教过 在上海 在上海是吧 对 上海 今天呢我们现场我们来教一位学生 然后你告诉我他们的学习成绩 和我们现场这位学生的表现 谁高好吗 谁低 好吧 来现场我们选一位 有一位男孩子 从小就想当一位酷酷的功夫之星 到今天了都活得三十而立 快四十不获了 还没有达成这个愿望 那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欢迎海洋 我们知道双结棍 当年呢这个玩得最好的 李小龙啊 对 李小龙 然后他会用这个双结棍去击打乒乓球 是吗 会的 有一些小的球 今天呢谢德胜在我们的舞台上 会挑战更高一点的难度 他会用双结棍去击打羽毛球 我们接下来这也是海洋 今天现场学习要挑战的项目好不好 这我就放心 我以为要打自己 请上道具 看到了场上已经摆上了很多的道具 有蜡烛 有苹果 有黄瓜 这样吧 我们来从最简单的开始 德胜你来挑一样 好不好 好 我们怎么做呢 你只要拿起黄瓜 拿起黄瓜 对 然后手一伸一直就行 好 来 我们来看谢德胜首先挑战双结棍 击打黄瓜 真的等一下 就你只打黄瓜对吧 你这样会影响他的准确度 现在心里不踏实的是谢德胜 我看剩下的有多少 特别特别的短 好的 还够一盘菜你可以吃了 接下来我们再挑战一个难度 我觉得这有苹果 我觉得要不要就是 洪老师也特别爱吃水果的 洪迅你爱吃苹果 我觉得海洋更适合 我也不适合 对 对对对 我 我 我知道了 你是要 是要是要把苹果放在我的头顶 然后你打下去 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 他只能保证苹果的安全 好吗 对 来我们还是说一下 一会儿这是怎么弄 我觉得你还是通过电视 给你自己的家人报一下 你的存款密码 然后和存款 你觉得最后 最后还有 什么话想对你的家人说 对我的爸爸妈妈 说一句 就是我好久没有来综艺盛典了 这次来呢 我希望 我希望就是 刚才我老婆把电视机砸碎了嘛 就是不要再怪我了 因为 今天可能就是为了我们中国武术事业 希望我自己 但是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他们都是胆小鬼 开始吧 爸 妈 我爱你们 媳妇吗 因为媳妇是放在心里的 媳妇说你可以不用回去 媳妇 双年龚 恶恶爱你 你是用双年龚 恶恶爱你 幸福是任意 既然这吻米 跟你讲 最吓人的不是被打到那一下 最吓人就之前他 你知道每一次那种 一下的时候你整个人是抖的 好那接下来呢 第三关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平常看到的最多的是双结棍 今天呢我们得胜偏要挑战一个难度 是比乒乓球还要轻的 羽毛球 这个可不好打 那究竟什么打法 来 谢德胜 你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看的就是李小龙的一些 击打乒乓球会很多 但是他的视频是合成的 今天我们要现场版感受一下 双结棍击打羽毛球 好不好 来 德胜 你需要人帮忙吗 需要 需要有人给你发球对吗 对 好 来 海洋 我觉得今天我看了你的这个表现 你用双结棍来完成项目的可能性 我觉得目前几乎为零 但是呢我们可以挖回一点面子 我们来做发球员好不好 好啊 好 打羽毛球会吧 会会会 我知道这是你最擅长的 对 因为得过几次冠军嘛 太棒了 太棒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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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四个球 很简单的 很简单 这个你用什么 而且这个球要打 对不对 要有球拍 对吧 很简单 发球呢 不会用他打羽毛球吧 很简单的 我就是从红太郎那儿借了一个 各位朋友 羽毛球一般发球的时候 很多人都错了 这样发球 羽毛球是什么呢 比如说右手在前 腿也要在前 然后呢不过往 这样的方式发出去 对吧 通常很难接 你看接不到 对不对 你要再再多说 谢德胜直接拿双截棍 哇 这下一个 你知道我是很害怕的 刚才啊 来 来 漂亮 厉害 好的 要用双截棍接球 最后我们看到这里有蜡烛 这是谢德胜今天在现场 要挑战的一个 告诉我们 你要用多长时间 要挑战一个什么样的记录 时间的话我没有规定 但是我想试一下 就是我在多少秒之内 可以挑战成功 现在是多少根蜡烛 二十根蜡烛 二十根是吗 对 好 二十根 你要看你用时多少 是吗 对 好 我们先把蜡烛点燃 我们现在看到了 二十根蜡烛已经点燃了 接下来谢德胜将用他手中的双截棍 来击灭蜡烛 二十根 他将用时多少呢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准备好了 告诉我 我们的计时会开始 计时开始 速度很快 最后三根 坚挺 坚挺 停 好 十一秒 二十根蜡烛 你们的挑战项目呢 这个太吓人了 稍事准备 一局的得分是三分为赛点 好吗 能得到三分 第一局就结束了 好吗 好 接下来在我们的比赛开始之前 我们的竞猜嘉宾 先来预测一下 在这一轮当中 谁将获胜 海洋 我觉得我预不预测 都已经无所谓了 对 因为我基本上也不会是 我们三位评论当中 笑脸最多的了 我觉得我最后一次 只想说我准一次而已 我就想说 他们两个人当中 一定会有一个人获胜 你这样一会儿 我让谢德胜 拿双结棍去找你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据我分析呢 因为我们三位 这个竞猜嘉宾呢 要不一样 所以那我觉得 我要猜谁呢 我想猜侯旭 我心思是有科学分析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个 打羽毛球 有的时候是巧劲 但是呢 拿井底锅打羽毛球呢 其实他需要一定的力量 侯旭哥 我真的希望你能赢 我不为了今天的奖品 我就为了能多加一个笑脸 好吧 好 侯旭 余文华 侯旭 侯旭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陆树铭老师 您觉得这一局谁会赢 侯旭还是云朵 我觉得是云朵 云朵 好 现在我们看到场上呢 是二比一 只有陆老师 云朵赢 好 看一看最后的胜利 将会属于谁 第一局比赛 三分赛点 开始 鲜铭于这是第一球 好好 好 接下来就要算一分了 发球 来 让一下 好 一比零 发球全归侯旭 不错 二比零 发球全依然在侯旭 三比零 第一局 胜利方 投续 接下来 开始第二局的比赛 一比零 接下来我们让一下 好不好 云朵来发个球 好吗 一比零 第二局 一比零 二比零 二比零 一对 离前面 离中间线近一点 没关系 离往前一点 往前一点 你别把锅撇出去 三比零 第二局 三局两胜 我觉得最后一局很难搬过来了 所以在这一轮当中获胜的是侯旭 你将我们本轮启动 我们的吸引大转盘机会 来 请上大转盘 好的 我们看到了大转盘里现在有两个颜色的小球 分别归谢德胜和侯旭所有 来你们先来挑一下 德胜你先挑 黄色和白色 你要哪个小球 我喜欢白色多一点吧 白色 那么黄色将属于侯旭 黄色是我的幸运色 真的吗 来 一起来转动你们的幸运转盘 好 幸运转起来 我们看看二位获得的奖品是什么 好 别动 还没有停 好 我们看到了白色小球 谢德胜获得的是电水壶一台 来 然后黄色小球侯旭获得的是智能手机一步 恭喜 恭喜二位